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 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可能我还有一点云集 所以呢那些东西虽然在地面上看起来一样 可是在飞机上吃起来味道就很不一样 甚至我觉得身体会有一点不舒服 通常大家好像都觉得飞机餐就是没有那么美味 那你们知道吗?飞机餐好不好吃 除了跟师傅的手艺有关以外 最重要的是还跟高空的湿度有关 当飞机越来越高在往上爬升高度的时候 我们本身的湿度就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当你湿度下滑的时候 你吃的食物会跟地面上吃起来的也会有一点不同 同样的一份餐点和同样的调味 在地面上可能吃起来会很好吃 但是一拿上几十万英尺的高空上 有些食物就会显得淡然无味 所以当你在高空上的时候呢 食物本身就会比较难以下咽 而且你的嗅觉也不会像地面上一样敏锐 所以要当一个空中厨师也是不好当的呢 所以飞机餐不好吃也不是那个餐点本身的错啦 应该是我们自己味觉的不一样 所以才会有它很难吃的错觉 那我们就借由今天的新闻来学习一下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来跟我一起念 第二个单字是 smell 来跟我一起念 smell smell that cake smells good 那块蛋糕闻起来好香啊 that cake smells good 第三个单字是 acute 敏锐 acute 来跟我一起念 acute acute the rhino's most acute sense is smell 犀牛的嗅觉最敏锐 the rhino's most acute sense is smell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